《创世纪2章7》 大家好 这堂课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2章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读这一节 上一堂课讲了神造我们人的目的 神是爱 神是连续的神 神是完全的神 神想把他的爱 他的连续 他的完全 想借着我们人 想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人 是特别蒙拣选的人 事实上说我们人是高级动物 因为我们人有着别的动物所没有的一个世界 那就是一个灵的世界 今天所读的《创世纪2章7》里面 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看这里面 神创造人的时候 用两种材料 创造的 第一个呢 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 这里有这个尘土 尘土 还有一个是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之后呢 把生气 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么神呢 把亚当呢 用地上的尘土 创造以后呢 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呢 成了有灵的一个活人 看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的时候 特别的感谢的事情是什么呢 神呢 不是用金子 也不是用钻石 也不是用银子 造了这个人 而是用尘土造了人 因为看创世纪一章的话 神呢 对地说 神呢 对地说 地要发生清早 接种的材树 并接骨子树木 换句话说 神呢 对地呢 有关心 而且神的话语呢 每当落到地上的时候呢 地呢 它发生了 意想不到的 稀奇的一个变化 本来是一个空虚混沌 越面黑暗的一个地 但是每当神的话语 一句一句落的时候 这个地呢 就发生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 全新的一个面目 这个就是地 他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 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吧 这是金子所没有的 银子所没有的 也是钻石所没有的 一个世界 神呢 没有像这金子所 也没有像银子所 也没有像钻石所 神是像谁说的呢 像帝说的 多么感谢呢 神呢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那么这个地 它多么的有盼望呢 那么地 不管它是 怎样的一个面目 它曾经是 怎样的一个状态 它走过的人生 是怎样的一个人生 但看跟自己呢 毫无相关的 只要神的话语 落到这个地上的话呢 这个地呢 就只能是发生变化的 无论它处在 怎样的一个绝望当中 痛苦当中 不幸当中 当神的话语 落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 这个地呢 它只能是发生变化的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产生 这样的一个疑问 什么样的疑问呢 神为什么创造了 分辨三个数呢 神为什么创造了 撒旦呢 人们呢 对这个部分呢 有点不太理解 那么我们想一下 第一堂课的时候呢 讲了神呢 祂是爱 神呢 祂是连续的神 那么神的爱 神的这个连续 通过谁显现出来呢 神呢 把人呢 当作祂的爱的对象 神呢 把人呢 当作了 祂的连续的一个对象 一部电影里面呢 有好人 也有坏人 那么坏人呢 他是来称托 好人的 一部电影里面 如果只有都是好人的话 好人怎么能够 说明呢 所以呢 看神的创造里面呢 神照了光 也照了暗 暗呢 他是为了说明光而存在的 神照男 也照女 女呢 是为了说明男 而存在的 所以看圣经里面的时候呢 神呢 为了把祂的爱 通过人呢 显明出来 把祂的这个连续 通过人显明出来 神呢 必须得有一个 反面的这样的一个 势力的存在 那么这个反面的一个势力的存在呢 祂是谁呢 祂就是撒旦 神呢 祂是能力的 那神的能力 祂要显现出来的话呢 也有一个 相反的一股势力存在 通过这股势力 才能够显明神的这个能力的 我们看一下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里面有这样的话 九章十六节 九章十五节看一下 我若身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其实我教你蠢力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这里说 神呢 叫法罗王处立 让他刚硬 让他呢 一直呢 跟神的百姓作对 在我们看的时候呢 这个好像特别不好的一个状态似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 法罗王的刚硬 如果没有这样的 法罗王的这样的一个抗拒和敌对的话 神呢 无法把他的能力 尽情地在埃及呢 显现出来 神呢 在埃及 给了十样灾 一个是雪灾 还有蛙灾 还有狮灾 还有营灾 还有褚翼之灾 窗灾 薄灾 还有黄灾 还有黑暗之灾 最后一个灾呢 是什么呢 击杀 长子之灾 如果没有法罗王的这样的刚硬 如果法罗王没有这样的一个一直抵挡神的部分的话 神的能力呢 无法显现出来 所以呢 神呢 叫谁处理了呢 叫法罗王处理了 故意呢 神呢 让法罗王的心呢 刚硬了 通过法罗王能够把神的能力 尽情地 在埃及呢 得以彰显了 所以呢 神呢 祂是一个能力者 神呢 想把祂的能力要显明出来的话 必须有一股 相反的一个敌对的一个黑暗的势力的存在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撒旦呢 祂不是自己想拥有这样的一股势力 一股能力 所以祂拥有的 神允许之下呢 暂时撒旦的世界存在的 那我们看一下撒旦 看一下 以细节书 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十二节 人子啊 你为退罗王做起哀歌 说主又有话如此说 你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 佩戴各样宝石 就是红宝石 红碧玺 金刚石 水苍玉 红玛瑙 碧玉 蓝宝石 绿宝石 红玉和黄金 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 你是那收高遮掩约柜的基罗波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意 因你贸易很多 就被强暴的事充满 已知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这页约柜的基罗波 我已将你 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处面 你美丽 心中高傲 用于荣光 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 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这个是讲的是有关撒旦的这个话 那么对撒旦怎么描述的呢 说他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他原本呢是天师长 叫路西福 他呢有着别的天师所没有的 这样的一个聪明 智慧和能力 这些所有的这个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这个呢不是自己自取的 是神这样的创造的 神所允许路西福这个存在的 神赋予了路西福这样的聪明智慧 让他呢拥有了无所不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 那么他呢 因为自己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所以他呢 有了一个不应该有的这一个心 什么样的心呢 像这里所说的一样 因贸易很多 十六节 就被强暴的事充满 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泄妒圣地 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正言约会的基督部啊 我也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处灭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 用于荣光败坏智慧 因为他美丽的缘故呢 心高傲了 明明这个美丽呢 不是自取的 是神给了他这个美丽 神给了他这个尊荣 但是拿着这个美丽尊荣呢 他呢心高了 而且呢 他呢就败坏智慧了 所以 这个天使长呢 他有了一个 所不应该拥有的那个心 什么心呢 我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能力 我为什么要服在神的底下 天天呢 得听神的话呢 我要独立 我要与神作对 看以赛尔书里面 十四章有这样的话 以赛尔书十四章十二节 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啊 你何境从天坠落 你这功半裂果的何境 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承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心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几处 我要升到高隐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看这里的话呢 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什么呢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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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这个我要我要 已经很熟悉吧 孩子呢 刚出生的时候 他就赚进拳头 我要成功 我要得到这个世界 我要幸福 我要满足 人们呢 长大当中呢 也是有很多的需求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 这个我要呢 是我们人生当中呢 好像是一个家常便饭一样 而且是好像我们的 惯用词语一样 这个词呢 我们呢 经常出来吧 但是原本呢 这个我要我要 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心 这个我要我要是 原本是撒旦 他呢 因为高傲的缘故 因为他呢 心里面有了败坏智慧的缘故 他心里有了不该有的心 他呢 心里面产生了什么呢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呢 如同像一个癌细胞一样 身体的整个这个细胞呢 都听从大脑的指挥和安排 但是只有这个癌细胞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不听大脑的指挥 它呢 任意的滞长 结果呢 这个人呢 因着这个癌细胞的缘故呢 人们呢 身体越来越糟糕 甚至呢 连生命都死去了 这个我的这个世界呢 不是我们原先 所拥有的一个世界 这个我的这个世界 是撒旦所拥有的世界 那么神允许了 这样的撒旦的世界 神允许了撒旦 让他呢 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像癌细胞一样 让他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 换句说撒旦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 是黑暗的世界 是一股黑暗的一个势力 无论谁如果被这个撒旦的黑暗的势力 这个抓住的话 这个人不想黑暗也只能是黑暗 无论谁他被撒旦的势力所抓住的话 他不想高也只能是高 看有的人的时候呢 没有一定的高的条件 但是呢 他呢就高 有的时候理解不了 他怎么 他有什么长处呢 他有什么了不起呢 他为什么高呢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他被撒旦的势力所控制着 因为撒旦本身就是高的化身 撒旦本身是败坏智慧的化身 所以撒旦呢 他呢 用各种方法 用各种手段呢 阻断我们呢 走到神面前吧 那么神的这本剧本里面呢 需要撒旦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有撒旦的存在 通过撒旦的存力 能够把神的大能呢 一一的可以通过我们人呢 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神的创作里面 有这个撒旦的存在 撒旦的存在 那么这个存在是什么呢 暂时允许的 就像暗呢 是暂时允许的 暗呢 为了迎接光而暂时准备的 当光照进来的那瞬间 这个黑暗呢 就消散了 黑暗呢 就退却了 黑暗呢 就分离了 黑暗呢 再也不能够主张了 第一呢 空虚混沌月面黑暗 他不知道曾经 被黑暗呢 笼罩了多少年 被黑暗征服了多少年 也许是一千年 也许是一万年 也许是一亿年 谁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天呢 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呢 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呢 黑暗呢 就退去了 神呢 就把光和暗呢 给分开了 神看着就是好的 我们看圣经里面 有这个撒旦的思虑 那为什么 神允许了 这个撒旦的思虑呢 因为神的这个 救命里面 需要这个撒旦的思虑 那么有的人就问 那为什么神创造 分别善恶数 神不创造分别善恶数 不行吗 为什么非得有 分别善恶数呢 是 神可以不创造 分别善恶数 但是人呢 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数 如果没有这个撒旦的 这个势力的话 人们呢 在创世纪二章里面 被造以后 人们呢 也不会再犯罪 人呢 不犯罪的话 神的爱 分明是通过 罪人显明出来 像罗马书里 所说的一样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了吗 所以呢 我们呢 只有处在一个 罪人的位置上的时候 神呢 他的爱呢 通过罪人 能够显明出来 唯有我们人呢 在抗拒着 敌对着 不顺处的 这样的位置上的时候 神的联系呢 通过我们人呢 能够显明出来 因此呢 必须有一个 让我们人呢 离开神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条件 一个条件 那就是什么呢 分别善恶数 分别善恶数 神创造了 分别善恶数 那么神呢 通过撒旦 通过这个 分别善恶数 神呢 暂时允许我们人呢 离开神的世界 暂时允许我们 处在一个 不寿命当中 暂时允许我们人呢 在罪恶当中生活 为什么 在那里 我们能够 遇见爱的神 在那里 我们能够遇见 连续的神 在那里 我们能够遇见 能力的这位神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五节看一下 因为赵你的 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称为 全帝之神 耶和华 赵你 如遭被离弃 心中忧伤的弃 就是幼年 索取被弃的弃 这是你神 所知道的 所说的 我离弃你 不过骗死 却要施大恩 将你收回 我的怒气掌溢 顷刻之间 向你掩面 却要以永远的 慈爱连续你 这是耶和华 你的救赎族 说的 这里说 赵你的是 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六节说 耶和华 赵你如赵 被离弃 心中忧伤的气 耶和华要赵你 他没有离开过 哪来的赵呢 所以 神的这个救问里面 有暂时人 离开的这个世界 最近的时代 因为非常的富裕 在中国也是 因为是独生子女 寄华生育 所以家里都有一个孩子 所以人们 这个父母对爱 对自己的孩子 特别的宠爱 孩子们生活在一个 优越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们所要的父母 尽量的都给他们满足 那么这些孩子们幸福了吗 这些孩子们就没有满怨吗 反而他们心里面 有更多的满怨 更多的这种痛苦伴随着 所以中国也是 有这个短期宣教 让学生们呢 一年期间呢 到落后的一个国家 到别的国家呢 一年在那里面生活 那么在一年在国外生活期间呢 没有像家里那样的条件好 没有像家里那样的 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 在那样的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 反而呢 他们的心呢 一年之后 他们的心呢 更加的成熟 他们的心里面 学会了怎样的感恩 人们呢 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拥有的宝贵吧 所以神呢 计划里面 神的这个聚本里面呢 神呢 暂时允许人呢 离开他 离开他 离开神里面的丰盛 离开神里面的 神的这样的充满 暂时离开 是为了什么 永远的收回 永远的收回 这是神的 向着我们人生的一个计划吧 我离开你 不过是骗死 却要是当将你收回 神呢 创造亚当的时候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神呢造了第一个人亚当 那么神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 神呢向着亚当 有他的计划 我离开你不过骗死 却要是当将你收回 这个是神的计划 那么神呢 为了成就他的一个计划 神呢 预先呢 预备了谁的世界呢 撒旦的黑暗的实力 也预备了谁的世界呢 分辨三恶数的世界 这个呢是神的这个聚物里面 神为了显现他的连续 为了显现他的爱 必须要具备的一个事情吧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话 创世纪二章里面是 神呢 创作了亚当 二章里面呢 没有犯罪的事件发生 所以看创世纪二章里面的时候呢 特别的和谐的一种状态 我呢 每次看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心里面呢 感觉到非常的稀奇 也感觉到非常的 有盼望 我们看这里面 九姐说 八姐说 约花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约花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里长出来 给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原则当中又有生命树和 分别善恶的树 实解说 有何从伊甸流出来 滋入那原子 那里分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逊 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 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马脑 第二道和名叫基逊 就是环绕古石全地的 第三道和名叫迪格尼斯 留在亚树的东边 第四道和就是 优法拉底河 看这里的话呢 这个是特别的一个滋润的 而且是特别的一个丰盛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吧 在这里面 我心里面比这个更感觉到 稀奇的部分是什么呢 十八节里 约有华神说 那人独具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看这个的时候呢 心里面感觉到特别的喜乐吧 看这里面的时候 亚当呢 不是自己看着自己独具不好 而是圣经里面说什么 神看着亚当呢 独具不好 所以呢 为他造了配偶 帮助他 我们呢 走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呢 比起 想看神是怎么看我 想听神对我是怎么样的评判 我们呢 更 倾向于什么呢 神面前想 怎样的 诉说自己的心 怎样的想表白自己的心 怎样的希望的神 能够理解他 理解自己 理解让神的冤纳自己 但是看创世纪二章的时候呢 虽然是有这个二章里面有亚当 但是呢 看这个二章里面的时候呢 虽然有这个亚当呢 但是呢 看不到亚当 为什么呢 亚当里面呢 有这个神 虽然表面是 外壳是一个亚当 但是里面呢 有谁呢 有这位神 亚当里面 谁是主人呢 神是他的主人 神呢 亚当呢 睡了 睡觉的时候 沉睡的时候 取了他的一条肋骨以后呢 造了女人 把这个女人呢 带到亚当跟前的时候 事后都查找不到 亚当 他 看着 夏娃的时候 哎呀 他是不是太胖了 哎呀 他是不是太瘦了 事后都看不到 亚当 他的 判断 亚当 他的标准 亚当 他的那个 喜好 一丁点都 没有 看出来 什么意思呢 亚当里面的 判断是谁的判断呢 是神的判断 亚当里面的 主张是谁的主张呢 是神的主张 看这里面 十九节说 约有花神 用途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 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 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 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 生殊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 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 没有遇见 配偶帮助他 约有花神 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看这里面 神呢 把用途所造的 各样的走兽 空中 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亚当呢 给他们 一一的都起了名字 地上的走兽 到底有多少种 还有 空中的飞鸟 到底有多少种 我们呢 数也数不清 但亚当呢 一一的都给他们 取名字的意思是 这不是亚当 这是神的智慧 换句话说 我们看亚当的时候呢 通过亚当呢 透出的是谁呢 透出的是神的形象 看亚当的时候呢 透出的是神的样式 所以呢 表面是亚当 但是里面主人是谁呢 里面主人是神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 神看的时候是 神看的时候的 好的一个状态吧 但是回顾我们人生的话 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人生的主人 到底是谁呢 谁来判断的呢 谁来决定的呢 我们看着说 这个事情是痛苦 那就说是 这是痛苦 我们说这个事情是绝望 那我们就说 这是绝望 我们一直在乎了 自己的感受了 我们人生当中呢 从来没有在乎过 神的感受 神到底向我说什么呢 我看到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神看到说我怎么看的呢 我看到说这个事情是绝望 但神看到说这个事情 是怎样看的呢 我们呢 更在乎我们的感觉 更在乎我们的心情 我们心里面呢 并不是拿着神的心 拿着神的心 我们心里拥有的是谁的心呢 我们拥有的是自己的心 看圣经里面的话 亚当呢 他呢 没有自己的主张 没有亚当自己的道路 圣经里面说 八节 八节里面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神把亚当的安置在那里 再看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看亚当的话呢 他不是自己来决定 自己的去处 也不是自己来决定 自己的道路 神为他准备的 也不是自己为自己找了配偶 是神为他找了配偶 那里面一点没有亚当的判断 亚当的主张 看我的孩子的时候呢 趁着小的时候呢 他呢 特别的听话 小的时候特别听话 给他买什么 衣服也好 做什么头型也好 给他买鞋也好 不用问他 父母看着给他买什么 他就圆满地接受 有一次呢 我妻子呢 他呢 出门了 两三天以后呢 他才回来 我呢 觉得带一个孩子 带个两三天 没啥问题 也没有多想 那时候孩子呢 上幼园 早晨起来以后呢 给孩子洗脸 最后呢 给孩子呢 梳头 当时我的孩子呢 他妈妈呢 给他扎个小辫子 我觉得扎个小辫子呢 挺容易的 所以我也是 照葫芦画瓢 因为看我妻子 远远地看过我妻子 给他梳头以后呢 拿着皮套呢 给他扎小辫子 所以我也是 给他梳头以后呢 给他扎辫子 但怎么扎 也是扎不牢 但是离这个 上学时间呢 已经到了 所以我呢 大概的就给他 扎上以后呢 送他上幼园了 等放学的时候 我呢 去接的时候 他呢 完全是什么呢 披头散发 我心想 还有两天呢 那这个怎么办 所以我呢 放学接他回家的途中呢 直接去了理发店 把他的这个头发呢 给他剪掉了 剪成什么 假小子的头了 但这个孩子呢 没有感觉到 哪里这个不得劲啊 他也感觉不到 哪里不舒服 为什么那时候呢 他没有自己的主张 没有自己的主张 给他剪了 假小子头以后呢 第二天早晨呢 起来洗一脸 只给他梳头 就行了 不用那么麻烦 给他扎小辫子 但是现在的话呢 孩子已经长大了 现在买鞋也得问他 买衣服也得问他 这个好不好 买书包也是什么呢 得问他 哪个书包 这个好啊 还是那个好啊 让他选 为什么他已经有了 自己的标准了 有了自己的喜好了 但创世家战里面的 亚当的时候呢 他里面没有任何 自己的意见 参入进去 虽然是亚当 但是呢 我们通过亚当 可以认识这位神 那时候走到亚当面前呢 就是走到了神面前了 亚当口里的话呢 就是神说的话 所以那时候 想要听神的声音的话呢 走到亚当面前就行了 想要知道神的信的话 走到亚当面前 听亚当的话 就可以知道神的信了 因为神是 他是灵看不到的 摸不着的 所以想要 看不到的神 我要认识他呢 太难了 但是创世家战里面 神给了我们 认识神的一条道路 那就是谁呢 走到亚当面前 如同走到了神面前 听亚当口里的话呢 如同听神的话一样 为什么亚当里面 有神的形象 和神的样式 所以他是亚当 但是呢他不是亚当 他是神 神在他里面 神在引导他 我们看一下约安福音 约安福音五章 三十节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耶稣说的是什么呢 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那么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 不是走到耶稣面前 走到耶稣面前呢 如同走到神面前 走到耶稣面前呢 如同走到了坏面前了 我们再看圣经里面 十四章 约安福音十四章 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费力对他说 求主将父先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 费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 先给我们看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坐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看了耶稣呢 等于看了谁呢 看了耶稣等于看了神 为什么父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父里面 所以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呢 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所以他口里出来的话是谁说的呢 是神说的话 所以见了耶稣就等于见了谁呢 见了神了 见了神了 那么创始二章里面 有这个亚当 看亚当的时候 看他的话呢 表面上就是一个人 但是呢他不是人 为什么 他里面有着神的形象 里面呢有神 表面上是一个亚当 但是呢里面主人是谁呢 主人是神 所以走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如同呢走到了 神面前是一样的 我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我得走到谁面前呢 得走到亚当面前 听亚当口里的话 就等于呢听了神的口里的话了 原来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神所缘的一个状态 原来这个状态就是 神喜悦的一个状态 但是今天看我们人生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呢 已经呢都败坏了 我们的人生呢 已经都堕落了 之所以说堕落败坏 不是说你做了 什么样的坏事 而是心里面 我们已经都自己做了主人了 我们自己都做了 自己的人生的王了 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形象 我们呢都自己来负责自己的人生 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 我们来担我们人生的所有的担子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呢没有神 我们人生里没有神 所以呢通过我们人呢 看不到神的形象 创世亚当里面 有这个神的形象 我们呢通过亚当可以认识神 这是多么感谢的事情 看 神看为好的 神看为义的状态是什么呢 这个呢 现在呢简体成这样的一个字了 那么这个呢 如果分解的话呢 上面是谁呢 上面是羊 完了 后面是谁呢 后面是我 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义的状态 义的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 这个我 我有这个主人 他这个主人 他是谁呢 羔羊 耶稣 羔羊这个耶稣 这个就是神看为义的 神看为义的 但是如果 上面没有羔羊 只是一个 我的话呢 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神看的时候的 不义的状态 不义的状态 那么这个我给分解的话呢 一个是手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是隔 就是手里拿着兵器 什么意思呢 自己保护自己 自己为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我 那么这个我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不义的状态 那创世家章里面 虽然是有一个我 但是呢 不是我 头是谁呢 头是羔羊耶稣 神呢 想把我们呢 造就为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义的状态 但是刚才圣经里面 以赛尔书里面所说的一样 我暂时离弃你 但是呢 却要是他永远将把你给收回 有暂时离弃的一个世界 所以刚才说了 有撒旦的世界 神暂时允许了撒旦的实力 也就是允许了黑暗的实力 所以神也又允许了什么 分别善恶 树的这个世界 这个是为了 通过我们人呢 想把他的慈爱 通过我们人呢 想把他的连续 通过我们人呢 想把他的爱 想要显明出来 所以呢 在这个创世纪二章里面呢 埋伏了这样的一个伏笔了 所以看这里面 书节说什么呢 又啊 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修理看守 看守的意思是什么呢 肯定有破坏的一个实力 存在的意思 这里面已经呢 买下了伏笔了 还有圣经里面 又 九节里面说什么呢 九节后半部分说 圆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这也是有了一个伏笔了 有了一个伏笔了 我每当看圣经的时候 觉得神是最伟大的导演 他的这个手法 感觉到特别的惊奇 真的如果我们呢 准确的懂得这个 神这位导演的神的心的话 就像歌呢 谁都会唱 但是呢 懂得这个作曲家的那个心 而唱的和 根本不懂得作曲家的心 而自己谁唱的呢 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那每一首歌里面 都有作曲家的 他的这个心 他有相表达的他的旨意吧 但是人们呢 对这样的部分呢 忽略了 马马虎虎的这样的过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吗 有这个撒旦的一个势力 感受到了创世二战里面 神已经所埋下的这个伏笔吗 有分辨上和树 还有撒旦 他们呢都是一个什么 神所预备的 神给埋在创世二战里面的伏笔 为什么 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的时候 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 人呢 才能够 知道什么是罪 人呢 才知道什么叫爱 人呢 才知道什么叫连续 人呢 才知道什么叫神的大能 亚当呢 他呢出生 就已经生活在很丰盛的神的世界里面 他呢没有从神那里坠落过 所以呢 他不知道神的大能是什么 也不知道神的慈爱是什么 也不知道神的连续是什么 但是神呢 为了通过人呢 要显明他的慈爱和连续 为了通过人呢 显明他的大能和他的慈爱 神呢 在创世纪二战里面 埋下了这个伏笔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特别的 有盼望的一个世界吧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前面这一部分 看不到后面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不能说看到了整个剧 电影的话呢 如果只看到前面 随意的下结论的话呢 这个是特别高傲的一个人 而且他呢 真的看不懂电影的一个人 有前面也有后面 有这个前因也有后果 两个呢都预见的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哦 导演带着这样的心 拍了这部电影啊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 哦 需要的是什么呢 思考 换位思考 从神的角度 我们呢思想的时候 看圣经的话呢 就特别有盼望 也非常的稀奇吧 这段歌呢就讲到这里 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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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